健走是最好的运动 很多人跑过来就跟我说 简老师走路震得太好了 他本来有糖尿病 然后医生说要打针 他怕怕的 后来他跟医生商量说 我是不是去走路试试看 结果他走了两三个月 回来再检查 医生跟说你血糖很好啊 很多人说爬山伤膝盖不好 跑步伤膝盖不好 基本上我是觉得 跑步好完全看你的能力 怎么样的保养你的膝盖 其实我走路快是从小就开始了 我小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校长 他走路上凶啾啾气昂 我们就很神气 所以从小学开始就学他这样走路 刚开始是小孩子好玩 学他这样走 慢慢走成习惯以后 其实我就比他太多挺胸走路 那另外走路快也是我的一个特色 因为小时候有时候要帮妈妈去街上买东西 我们从家去买东西来来回回 就当小跑腿啦 那至于健走这两个字 那是因为季政季节 他们办那个元旦健走 季节以前是推跑步的 他喜欢慢跑 后来跑步跑来跑 他自己膝盖觉得不太好 所以他就推健走 其实WJOE定义 健走是最好的运动 又简单又安全又方便 有没有 走了几年以后 我几乎变成固定班底了啦 有时候早上还带带钞 建走前带钞 所以跟季政就这样结缘 然后我就更坚持 这样子建走对健康的好处 我自己也身体力行 在2016年的时候 发起 就是希望基金会成立35周年 所以那时候就发起 从那个华谷山的地方开始 一方面庆祝35周年 一方面就发起这环岛建走 那我那时候也跟着参加 走了46天 不过是分期付款 花了两年多 然后徒步环岛完成了 要训练 因为一天大概走二三十公里 我第一趟走 从圣月汉走到华谷山的时候 那一趟真的是 走到后来 几乎不太能够走动 两条腿 哇已经举步维艰了 后来慢慢慢慢 越训练越好越好 现在大概走三十公里 应该是很轻松的事 训练基本上 这个是要渐进量力 很多人说爬山伤膝盖不好 跑步伤膝盖不好 基本上我是觉得 好不好完全看你的能力 你的能力刚刚讲 你慢慢训练慢慢训 把能力提高以后 这个负担虚然大 还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那基本上是OK的啦 反过来讲你如果就算负担不是很大 但你能力很低 那就会伤膝盖 怎么样保养你的膝盖 穿护膝 也是保护 或者拿拐杖 尤其现在有见肘杖 那个都可以分散负担 第一个就是会鼓励你挺一点 因为你如果没有拿建筑 那有可能就习惯弯腰脱背这样来走 我觉得不太好 就是走路就要抬头挺胸 第二个就是透过这个一个比较全身性的运动 两只手就可以跟着参与就对了 第三个刚刚讲的也是对膝盖分散一部分的压力 你本来膝盖负担很大 有个拐杖撑一下 有一部分的力量就被拐杖分担掉了 那它一定会帮助你平衡 因为有时候你要是平衡不是很好的时候 有个拐杖 两只脚跟四只脚 当然四只脚比较稳一点 有些年纪大一点的话 然后有时候平衡不是很好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让它拿着见肘杖 他就刚讲就更放心嘛 更放心 像这样的话更鼓励它走出来 那另外刚讲 有一个往后撑的力量 他觉得脚步就比较轻快一点 本来好像脚步很重 有个拐杖帮你往前撑一下 push一下出去 你会发现好像脚步比较轻了 你下坡有时候一直一直往下的话 有个箭竹杖可以帮你撑住嘛 你就不会一直往下去 基本上 我们现在很多慢性病 不只血糖 血压 尿酸 胆固醇 有没有 心血管疾病 太多太多慢性病 我们说希望能够怎么样 促进血液循环 另外呢 让你消耗热量 用一个肌肉的肌力 我的肌肉在收缩 在运作的时候 可以消耗血糖 可以收缩 提升循环 然后呢 又可以稳定血压 为什么说刚讲 WHO界定 剑肘是最好的运动 就是说它是综合性的 对健康有多方面的好处 对脑筋都有帮助啊 很多人跑过来就跟我说 哎 剑老师 哇 走路真的太好了 他本来有糖尿病 然后医生说要打针 哇 他怕怕的 后来他跟医生商量说 啊我是不是去走路 试试看 结果他走了两三个月 回来再检查 医生跟说 哎 你血糖很好啊 但是动不动 这个议题的确困扰很多病人 有很多病人说 健老师 这个假医生叫我说不要动 医师叫我说要动 到底动还是不动 其实很多不是二分的话 刚讲要评估啦 评估这个病人 假医师叫你 好 你不要动 其实坦白讲 那个叫做不要乱动 因为你现在骨折刚开刀 或者你现在刚开刀 你的身体还虚弱 或者你现在这个部位 还在发炎 有没有 所以他叫你不要乱动 要你休息就对了 但是不要乱动 跟不要动不一样 什么叫动 动就是掌握控制 我们的肌肉有在收缩 关节有在伸展 都叫动 换句话说 我在动的过程当中 我不恶化 我不影响到 我伤的部分 我的病的部分 那我就可以维持住啊 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 我有时候 一跌倒以后 这个 顽骨骨折了 这个骨折就开始开刀 开刀以后 掉个三角径 掉在这里 医生就不要乱动哦 好 我病人就不敢动 等到呢 六个礼拜 八个礼拜以后 石膏拆掉了 就 诶 医生我举不起来了 举不起来了 医生我这里 断在这里 为什么肩膀举不起来了 医生跟他说 你没有动啊 你不是叫我不要动 不是叫你不要动这里 所以换句话说 我不影响到这里 但是我的肩膀还是要动 类似这样子 甚至我不影响到这里 你看我手指的还是可以动 因为你手指的不动 手指的会僵硬掉 手指的会肿胀 所以换句话说 你要评估 要了解以后是 哪些叫做不要乱动 哪些就是要动 剑走是为健康而走 就不要勉强 如果你喜欢小安天航的影片 请帮我们订阅按赞 要记得打开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们的最新通知哦